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他今天成交料预估只有大概647亿不到700亿 大家都想说 反正要放中秋了 不想要把这个股票抱着过节 那很清楚的 这是一个心理战 或者他才跟你讲这是一个心理战 你都不想要买股票 你都希望中秋节之后再来买股票 那问你谁在买股票 阿兜在买股票 那阿兜为什么敢买股票 是不是 所以你要赚阿兜的钱 你就要比他早买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呢 今天压一回来 就马上回到平盘附近 那我跟你讲过 这边呢 台北股市 这边震荡在所难免 但这边还是一个多头的格局 多头的格局不变 只是要消化前波的一个卖压 前波的卖压 你要让它消化一下 那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这边会过 前波的卖压8265附近会过 为什么跟你讲会过 第一个我跟你讲 QE就算最坏最坏它退场 想不害怕什么退场 它也不是金融危机啊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讲了 就算不是金融危机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办 拉回要买啊 对不对 有低点要买啊 是不是 震荡整理要买啊 所以老师朋友 最坏的打算拉 就算QE退场 想败的拉 它也不是金融危机 因为它不是黑天鹅 什么叫黑天鹅 就你没看过的事情叫黑天鹅 比如说2008年这个金融海啸 大家没看过原来这个雷曼兄弟也会倒 大家没看过这个 AIG都会出问题 那叫黑天鹅 它现在就算QE退场 就算是鹰派上任 它也是预料中的事情 预料中的事情 就不叫做黑天鹅 了解吗 所以老师朋友 你会发现说 哎呀台股大涨 连会市都什么爆量 那钱进来干什么 钱进来干什么 这么多钱进来就完一两天就走吗 不会吧 所以探产为什么跟你讲说 持续看多很简单 因为 那大家都很清楚了 Summers退选FED主席 探产为什么要讲这一位先生 Summers先生 格局够大 格局够大 为了顾全大局 不想要有什么党争 不想要有政争 所以台湾应该学一下 台湾人要讀一下 人家FED主席都不想要争了 全世界第二个有权力的人 有时候甚至权力比欧巴马还要大 对不对 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不争了 所以美股大涨 那重点是哪里 重点要看倒权工业指数 为什么探产跟你讲说还是要做多 好 你看倒权工业指数 15658 昨天晚上 也就礼拜一没有过 你会以为说探长这边还没有过啊 倒权工业指数还没有过啊 倒权工业指数会不会做一个三尊头呢 你都喜欢自己下自己 你都喜欢预设立场 你都喜欢自己划线 你都喜欢划线给大盘走 划线给美股走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看到 这是稻穷期货 稻穷期货 小稻穷期昨天一早 就冲过 前波高点前波高点 来到了15640 说得更快 美国稻穷期货已经在加空再加空 美国稻穷期货 不仅仅看美国稻穷指数 这就是没格 明白吗 所以如果美国稻穷期货在加空 你觉得呢 你觉得美国稻穷指数会怎么涨 所以会过来你会发现台北股市在这边 加渐指数在这个8265附近 前波高点附近 你会发现 奇怪一直都冲不过去 它就是在右空嘛 就跟美国稻穷期货一样 但划线不是叫你去买期货 但是你要看得懂 你要看得懂美股的走势 你要看得懂美股的走势 你要看得懂美股的稻穷期货 因为蛛丝马迹在里面 对不对 再让各位看一下 美国稻穷期货 昨天一早就冲过前高前高 所以它不是一个三尊头 三尊头照理讲 这个右肩会比左肩还要低 这问题要冲过去呢 它不只冲过左肩还冲过什么 冲过头啊 穷跪头啦 最后就是加空啦 对不对 所以探长很清楚的告诉你 既然是加空还是要做多 怎么做多 股票要先挑好 股票要先挑好 就算你说 就算你说 就算你觉得说 中秋这医奥卡来买股票 你也要中秋一斤 你要挑好呢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要心里有谱嘛 你要先做功课嘛 你要先做计划嘛 你要先做计划嘛 你要纵观全局嘛 是不是 所以探长为什么 中秋节要给你好礼 因为提醒你 提前我们的同志朋友 妙计要先准备好 不管那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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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这句话叫什么 还要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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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米卡来煮韩基汤 对不对 大部分投资品都是这样子做 然后做起股票就很累 反正变化嘛 变化就是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就容易被盘面牵着鼻子走 去阿肚子 阿肚子给你争孝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发现很多人被阿肚子争孝 这个QE 还有这个叙利亚问题 还有这个台股的政争 奇怪 怎么越走越高 奇怪 这么多问题 这么多困难 但是股市越走越高 然后呢 奇怪 都不回都不回都不回 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静下心来 投资朋友应该静下心来 反正就是要准备过节了 但是过节之前 要把心情平静一下 然后呢 脑袋呢 清静一下 思考一下再过来 就算中秋节 今天跟明天最后天 就算今天这两天没有买股票 那你要先思考一下 中秋节过后要买什么股票嘛 不能等中秋节过后 突然大涨的时候 不知道要买哪一支 中秋节过后 那开盘之后 不知道要买哪一支 大家说是这样啦 你看啊 你的股票一年十几年啊 股市啊 汇市啊 甚至是公在市场 都是同样的杜利 都变化 变化就是你没有计划 所以他想告诉你 你要有标股的妙计 股票你要先挑好 拉回再来找买点 比如说昨天跟你讲的 左下角这张IC设计 昨天有拿到资料就很清楚 张买的人 张伯朗你又买今天 今天什么 今天的高点 已经比昨天高点还要高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张老拿到资料 今天 已经贪钱了 说得快就是这样 昨天的节目结束 也才十点啊 十点到十一点 十二点 一点半 都有机会买 都买得到 而且成交用都是万张的哦 万张的呢 可以买一百张 可以买一千张 买得到赚得到的 对吧 所以大家够一个圆 很多人不认识探长 没关系 没有关系 大家结个圆 探长股票会帮我讲话 就好像 我跟你讲的二六族群 我跟你讲二六族群 我跟你讲的时候 跟你预告的时候 都不涨不动 突然呢 飙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会切不进去了 是不是 故事都一再重演 包括跟你讲的一七族群 生化股 生技类股的话 你发现 拉魂没有买 噴上去 你又不想买了 你又买不进去了 所以股市都是这个样子 故事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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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就在演这一段 因为这个趋势还没有结束 你就不要乱放空 是不是这样 所以探长直接跟你讲的股票 你看 直接验证的 直接验证的 成德是不是这样子涨上去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不是跟你讲一支股票 我是跟你讲整个族群 整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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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叫趋势 那才叫潮流 对不对 他可能跟你讲过 就只是讲一两支个股 零零星星的 对不对 那像自己的股票 那刮就刮起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可能为什么喊得动 这个族群 因为它是趋势 骨骑 因为它是潮流 质多 钱多的地方 你随便捞 就有机会 你去挑到一两支 那个零星的小股票 没什么钱啊 对不对 这是你也是要 这些金融座的地方啊 有钱草的地方啊 所以老师朋友 很简单我给你讲的话 你看包括这四一族群 圣一谷 四一族群 你看 你看到中长黑 你觉得它已经要结束了 但是它有秩序跟你讲 它只是震荡整理 有没有 我跟你讲的是指数 圣一指数 整个族群 告诉你这个还没长完 不要看到中长黑 就以为长完了 很多人以为这个什么 很多人这个技术认识学一半 看见中长黑 没股票 看见中长黑 没股票 又起起来 是不是这样 整个族群了 狗狗 老师朋友 很简单 怎么挑股票 餐长帮你挑好了 妙计 股票要先挑好 标股要先准备好 不可以噴出去了 哪里要对心看 对不对 很多人看到说 探长真的有事 哦 中行噴出去了 哇好厉害 探长 二六一七的 这个台行噴出去了 哇好厉害喔 这些股票真的在复制这个大车队的故事 对不对 大车队 你看 大车队大家不知道他的时候 你看 噴出去了 故事都是这样子演啊 是不是 那基本上有跟你讲很多的BTA指数 以及呢 哎 中国大会在淘汰救船 阿公还在淘汰这个单可轮 单可轮 游轮 是不是 国际海事组织IMO 有没有 在禁止 一些船舶在行持这个北海 跟这个波浪的海 是不是这样 所以到时候 重点很简单 重点就是什么 骨片要先挑好 喔 妙计要先准备好 那年事就咯 你才知道怎么应对 好不好 先进套广告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做好环境清洁 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革乐的危险 回了我的家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 顾得投顾蔡老师 纽约市大金融硕士 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 蔡老师提醒您 会赢吃的拼 精细咖 狼人咖 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 带您判断资金潮流 著作标股密码 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 纵观点线面 帮您掌握成功契机 蔡老师强调 证据到哪就标到哪 带您掌握证据 慎选时机 速播02579 1155 抗皮 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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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同学 你有认真照顾你的头皮吗 萌法566洗髮精 天然氨基酸细 不刺激 对头皮很健康 还有蓝欧染液及金浆精华 帮您把发根 够吊吊 头发丰厚 很漂亮耶 我要把你拎拎拎 是萌法566 帮你拎拎拎 故得投过蔡老师 纽约市大金融硕士 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 蔡老师提醒您 会贏吃的拼 金氏咖 人能咖 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 带您判断资金潮流 著作标股密码 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 纵观点线面 帮您掌握成功契机 蔡老师强调 证据到哪就标到哪 带您掌握证据 慎选时机 速播02579 1155 控制 银河Q 1155 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 泰式绿咖喱火锅呢 南洋绿咖喱虾呢 泰式料理轻松做 古胜绿咖喱新上市 大股毛鸣 故得投过蔡老师 纽约市大金融硕士 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 蔡老师提醒您 会责吃的招 金细咖 狼人咖 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 带您判断资金潮流 著作标股密码 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 纵观点线面 帮您掌握成功契机 蔡老师强调 证据到哪就标到哪 带您掌握证据 胜选时机 速播022579 1155 1155 1156 1155 新海运游 POA EPA DHA AAA健康威鱼 新海評論 我們現在收看的是 展化財經台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各位朋友,台北股市越來越熱鬧 不用擔心 中秋節大家安心了,去吃月餅 安心的去烤肉,安心的賞月 那可能沒有月亮,那很可惜 但是沒有關係 重點是,大家把心情放平靜 這個長假,讓這個心情平靜 讓身體休息 讓腦袋思考一下 接下來要怎麼走 接下來怎麼走很簡單 但是探長希望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因為這個大趨勢不會因為台北股市 的這個馬王之爭啊,而有所影響 探長跟你講過,BDI不會因為什麼 啊,馬王之爭啊,BDI指數就不漲了 這麼小給你看 對不對 然後呢,FED主席,美國這個聯準會主席 會不會因為馬王之爭說聯準會主席就不要選了 不會 人家有價值,說不選就不選 為了顧全大局 說這台灣要學一下 這台灣真的要學一下 那重點是 但是,這個族群輪來輪去 到底要挑哪一個族群 很多人抓不到那個重點 三個娘問 喔,所以探長特別給所有聽眾朋友跟觀眾朋友的 中秋毫禮 標股明星,行榜已經好 很多人說,探長到底是什麼 可以透露一下嗎 OK,我透露一下 中概,生技,航運,IC IC設計,節能,跟第三方支付 我們做投資呢,要有一個什麼 Portfolio,就是一個投資組合 這個國標是什麼 輪來輪去,輪來輪去就是什麼 這個題材啦 漲來漲去,漲來漲去就是什麼 漲生技 奇怪啊 萬人去這個 萬人去唐連 萬人去什麼 萬人去生大 其實漲來漲去就漲這些股票 就這樣族群的股票 輪來輪去 對不對 比如說 這個智勤休息 就換什麼 唐連什麼 在漲 那昨天會有沒有就很清楚 這檔股票是繼續再買 繼續再買喔 這支喔 今天有賺嗎 今天就賺了喔 恭喜啦 我們慢慢賺 點點賺 點點賺就好 點點就三個說沒關係 因為中秋節大家都不買嘛 大家都不買都給我們 都給我 對不對 大家都不買 你看,IC設計 大家都不買 都不買都給我 對不對 那誰跟你挑的股票 投資朋友 你自己看一下 會員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我叫你買的股票 是通常在這個位置 我不會去叫你很多 太長知道這個2640的大車隊 已經漲很多了 但是他還沒有出貨 但是我不會再叫你去追高 不會去叫你很高 生技股很多都漲很多 我知道你買不下去 因為你一回檔很快 你會受不了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 好 陳德長這個樣子 長這麼狠 長這麼兇 你看他回檔回檔 你會嚇到 所以探長不會再叫你去買這種股票 但他長完沒有 老實說還沒啦 陳德你看他飆這麼快 一根中長黑你會嚇到 你嚇到之後呢 你就會怪我 所以我不會再叫你去買這種股票 但是他長完沒有 老實說還沒啦 老實講他還沒有長完 但是拉回來你一定不敢買 是不是 所以探長呢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也當過散戶 OK 對不對 我也是從這個 從小錢這樣累積什麼 從大錢的 所以 推薦投資朋友 推薦會員朋友 買剛整理的 剛整理完的 會員朋友你就很清楚買那張股票 對不對 然後呢 跟你講的 航運股 中航 台航 你去小孩 你不知道買 不敢買 蓋來蓋去也是蓋這個族群 對不對 二六族群 你看 你看他拉回來不敢買 噴出去 拉回來不敢買又衝出去 所以這是大車隊 你看大車隊是二六族群 是最猛的 那他怎麼不會叫你去買大車隊 我叫你買 你會給我買 賺錢 賺錢這麼多 沒意思嘛 對不對 但他長完沒有 老實說還沒啦 還沒啦 還沒啦 但他長不會再叫你去買 有錢不換沒股票買 對不對 還有很多股票可以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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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還沒漲的 這是廟祭嘛 如果專家裡就管他叫廟祭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長會這樣講 因為這是趨勢 對不對 李克強在拼金蓋 對不對 人家在搞這個上海自貿區 中國大陸PMI呢 喔上來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不會硬著陸 喔 然後呢 自貿股代頭衝 是不是這樣 採購今年指數 強彈 我公開跟你講的一一族群啊 公開講的喔 我公開講一一族群 水泥族群喔 公開講的喔 你水泥是長這個樣子啊 你一零一的台泥都變標股了啦 台泥呢 369英 369英 369英的台泥呢 他哪點他 他就長 奇怪了 怎麼運氣這麼好 運氣真好 感謝上帝 感謝老天爺 給探賈一顆平靜的心 因為心情平靜 腦袋才會清楚 對吧 所以發現 連台泥 連這個 欸 連這1104的 還你的標記型的啦 60英呢 我是不是叫你買6億的股票 不是耶 60億喔 台泥呢 欸 369億耶 2606的 玉民 85.8億耶 還要90億的玉民耶 也這樣翻掉了耶 所以你不要以為他只是買小型股 了解嗎 很多生技股 很多生技股 你看好 你看 神龍 生技股 你不要以為生技股都是小型股耶 67.5億耶 67.5億的股本會被標 一樣標給你看啊 神龍一樣標給你看也是生技股 67.5億還要70億耶 為什麼他會標 你趨勢嘛 趨勢嘛 趨勢對的時候 就像大型股一樣標給你看 是不是咧 趨勢不對的時候 小型股也會不會出去了 所以重點很清楚 對不對 很清楚的告訴你 大陸大陸大陸這一塊 對不對 然後呢 大陸的8月出口額 人家已經上來了 對不對 這叫趨勢 所以探長從大趨勢跟你講到 台北股市的類股 26 41還有17 這是重點 然後呢 第三方支付 跟IC設計也是重點 第三方支付跟節能 IC設計也是重點 所以你要先把妙計準備好 妙計是盤中就要準備好了 策略是什麼 還沒開盤前就要準備好了 股票是怎樣 要買的時候你要準備好啊 不是我們中手櫃 才會說 哎唷看電機比較好 才會買 奇怪怎麼都去那麼近 奇怪怎麼都買不到手 長那麼快你下蛋的時候手會抖你知道嗎 真的呢 長太快了 喔這個 太快了怕什麼 怕它掉下來 你手會抖真的 所以他很希望你在中秋節就先做好佈局 中秋節進行 今天金彈踩馬賽有時間拿着想 有時間拿н收 咱啊 餐啦 廟 Zahlen 餐、古榮動画 廟記想好 緊郎廟記先想好 不是散 nonprofit 甚麼 鑌正 這病院 這病院 那群人會打哪個敵人 那都來不及 他常常會被打 好不好 所以重点重的重点就是什么 大趋势探场帮你抓住了 然后呢 有个族群 有个族群 探场资料很多 这个族群你要注意到 日本在什么 限制核电 日本限制核电 这也是商机 这叫做大趋势 大趋势不会因为 马王之争而影响 他说 马王之争和王金平院长 人家在争啊 不然这样 我们一本卖来限核电好了 不会 不会啦 东西算买啦 人家才不理你呢 所以这也是商机 对不对 所以探场也告诉你 节能的重点都给你惊好了 中秋的交捧要记 把握机会 因为只有剩下两天的交易时间 你要先紧紧 紧紧一下 把心情放轻松 轻松吃月瓶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明天见 这是我 以前的我 这是我 现在的我 蒙法让我年轻很多 蒙法生法液含百分之五 米纳石油 活化毛囊 促进生法 减缓落法 蒙法是我生法的好办法 蒙法生法液 你可以试试 吃宵夜 让你有罪恶感吗 走了 我们去吃宵夜 吃宵夜会有罪恶感耶 放心 有秘密武器 双剑茶王 我们的救世主 随时消灭罪恶感 这下有救了 油腻甜腻双双双 双剑茶王 I can 掌握证据 慎选时机 速播022579 1155 控理22579 1155 RELAX IN YOUR ECOSYSER 无水 缅电 亦菌亦臭 凯撒Waterfree 绿能科技 无水变斗 凯撒未浴 顾得投顾蔡老师 纽约市大金融硕士 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 蔡老师提醒您 会贏吃的拼 极细咖 人能咖 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 带您判断资金潮流 著作标谷密码 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 纵观点线面 帮您掌握成功契机 蔡老师强调 证据到哪儿就标到哪儿 待您掌握证据慎选时机 速播022579 1155 控理22579 1155 身体美能量 就像甜美良 喂 這是我的手耶 抱歉 好 帮您肉